再见小白 那是突发状况 不能乱尿尿 都尿不好了 腿酸了 回家吧 你根本就对他不好 我的妈妈咪啊 发头 这还是熊窝吗 根本就是垃圾场 有那么夸张吗 蛤 苍蝇都在开party了 Oh my god 我太想念我家小白了 你没看到我都消瘦了吗 呃 不觉得 我不管 再这样下去你会生病的 我们到户外走走 嗯 空气真好 Battu 你心情好点了吗 我的小白 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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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呀 你们 你们是来扒我的皮的吧 小白你说什么呀 我是你的主人Fat 我们快回家吧 我们北极湖是北极草原的主人 才不是大飞熊的宠物呢 等等 北极湖居住在北极草原的杂食性动物 属于犬科 额面侠 稳肩 耳元 胃毛蓬松 尖端白色 哈 Perfect 原来你就是有北极湖或蓝湖称呼的北极湖啊 很高兴认识你 所以你们不是恋人咯 不是要来扒我的毛皮 说到毛发 我的比你还多呢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北极湖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个森林呢 我是来这里过冬的呀 现在春天了 我都赶回北极草原 等待一年两次的换毛季来临 Oh my god 还要换毛那么麻烦 弄个造型不就好了 北极湖 你跟小白那么像 我就帮你赶快回家吧 不可以再出错了 Oh my god 我都还没出发就看扁我了 我都还没出发就看扁我了 Fight 你真厉害 这次没有再迷路哦 必须的 北极湖 你怎么了 北极怎么会有南极企鹅呢 怎么可能 我明明 Oh my god 只能真是坏掉的 Fight 你搞大梅了 我不是故意的 乐儿知识总结 又到了知识总结的时间 今天要介绍的主角是 北极湖 北极湖是北极草原真正的主人 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里 北极湖除了有厚实的皮毛 可以预含脚底的长毛 方便在冰上或雪地上行走 因为这些身体构造 使得北极湖可以不怕 零下45度的低温 舒适的生活在这里 是不是很厉害呢 今天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啦 5 4 3 2 1 躲好了没 我要开始找咯 躲得天黑都没问题 谁叫我袖珍妮妮的 找到了 Oh my god 怎么又被抓到了 谁叫你这么大块头 别忘了舒的邀请吃冰激凌哦 冰激凌 冰激凌 我不玩了啦 有没有可以让身体缩小的宝贝 有了 变身胶囊 吞下三秒内 脑中想着变身的东西 就可以成功变身了 真简单 现在就来试试看 嗨 老鼠 Oh my god 又是山寨胶囊 这下该怎么办才好 发托 开门哦 不让你请客了 快出来玩吧 糟糕 糟糕 我这怪样子 可不能被看到 逃到没人的郊外吧 我先好没跟上来 累死我了 你先去山洞里休息一下吧 乖狗狗 Oh my god 你别抓我 我不是狗 我是黄幼 又叫黄鼠狼 狼 那就是说 你不是吃素的了 你说呢 我要先吸干你的血 再把你吃光光 不要吃我 你看我长着熊的脑袋 老鼠的身体 根本就是个怪物 吃了我会拉肚子的 我不怕 你看 拉力纸 蟹不停 消化丸 养胃片 各种药品都有 我们黄鼠狼一族 是出了名的杂食 这点小障碍 难不倒我的 Fight Fight 本来救我了 Fight 我在这儿啊 Fight 没想到还有伙伴 看我把你们都吃光光 Fight Fight 你在哪儿啊 你是在找他吧 Fight 你怎么 又是我的乌龙布兜了 又变出山寨版的变身胶囊 我就说你的布兜不靠谱吧 你瞧瞧 也不是所有的胶囊都不行啊 闭嘴 闭嘴 我还在这儿呢 哦 对啊 你哪位啊 我就是江湖中最邪恶的黄鼠狼是也 没听过 小看我是没有好下场的 我要吸干你们的血吃光你们的肉 Fight 我正愁没有机会试试身手呢 无敌旋转归壳 我也有绝招 尽管来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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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咳咳咳咳 哦 臭死了 哦 oh my god 我恢复了 perfect 这大概就是以毒攻毒吧 那儿知识总结 又到了知识总结的时间 今天要介绍的是黄鼠狼 黄鼠狼是一种小心食肉的异形动物 最喜欢吃猎齿类动物 黄鼠狼的饮食习惯是先吸干猎物的血 再吃掉它的内脏跟躯体 是不是非常残忍又可怕呢 今天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啦